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我明天一早就走 怎么办啊 又得挨饿了 樊哥哥 球颜 计连 你们还好吗 好饿啊 是舵子留下的 还是新鲜的 有了 抓到了 野狗 大王 小花 抓到什么了 不是野狗吗 腿上怎么还拴着绳子 孩子 这只兔子是你抓到的吗 是啊 可是被它们给抢走了 这方法不错 孩子 这是跟谁学的 没人教我 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一个小孩子 在这野外可不安全 快回家吧 我 没有家 没有家 你的父母呢 妈妈 都不在了 不过我一个人在外面好久了 我能对付他们 一个四五岁的娃娃 口气好小 才不是四五岁呢 我都已经十岁了 十岁了 怎么个子这么小 我孙子十岁的时候都跟我一样高了 可能是我经常饿肚子吧 我给人家干活 他们都嫌我个子小 没力气 不让我干 可是不让我干 我更得饿肚子了 我就住在附近 跟我走吧 我在牧民那里给你找点活干 真的吗 那我把这个兔子送给你了 这孩子倒是懂事 爷爷 您能教我打猎吗 你个子这么小 能追上猎物吗 能的 你看我狗得快不快 大叔 今天这么早回来 听说有巫医来了 早点回来 让他给瞧瞧 说不定能多活几年 三张皮子 就像长生不老 这么多人在干嘛呢 他们在看巫医给人看病呢 爷爷 我也想去看看 去吧 一会儿回来吃肉 太灵了 父亲 您感觉怎么样 太厉害了 起死回生了 巫医大人 去我家吧 我先来的 先去我家 姐 你是谁 怎么会干是我的 真的是你 姐 我是齐夫呀 你仔细看看 齐夫哥哥 你还活着 我 我 姐 我们到外边说 都是我不好 害了你和卢旺爷爷 要怪 就怪那可恶的鬼屋 齐夫哥哥 你是怎么到这里的 那天 鬼屋逼我 说出你和卢旺爷爷的消息 不要啊 快点去 他们走远了 快去看看 这群人太坏了 这孩子还活着吗 活着 我们不能把他丢下 幸亏被人发现了 我再活了下来 齐夫 都收拾好了 准备上路吧 齐夫哥哥 父亲叫我们呢 我们走吧 齐夫 放心吧 我们游牧人家居无定所 他们找不到你呢 卢爷爷 姐 对不起了 齐夫哥哥 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起想办法回华夏吧 姐 这里有我的父亲母亲还有妹妹 华夏已经没有我的亲人了 齐夫哥哥 父亲要你去请乌医给母亲看病 这是谁啊 妖妹 这是姐 是我老家的朋友 你先带她去我们家 我这就去请乌医 姐 你跟妖妹回家 我去去就回 小弟弟 你挺变的 小弟弟 你挺变的 小弟弟 你挺变的 小弟弟 齐夫哥哥 姐 真的已经十岁了吗 是啊 我六岁时候认识她的 那时候她四岁 那她怎么现在看着还像四岁的样子 她这几年她一个人在流浪 没吃过几根饱饭 这么小的个子 一个人在草原上 放心吧 再过段时间就能好了 太好了 真是辛苦您了 父亲 母亲怎么样了 多亏了乌医救治 已经能活动了 太好了 好厉害 就这样 就好了 姐 她十岁才这么高 咱们从华夏来找您的 您能给治治吗 不要胡闹 乌医是给人治病的 长不高怎么能治呢 没有本乌医治不了的毛病 不过给华夏国的人治 得五张上好的皮子 要这么多 这五张皮子 还有两张是为猎人爷爷借来的呢 那就算了 我可没空跟你们小耽误功夫 待会把皮子给我送去 你这孩子 没大没小的 乌医大人 您走好 父亲 简可以留下吗 我跟你猎人爷爷商量过了 这孩子孤身一人 又是你的朋友 就留下给你做个伴吧 太好了 谢谢父亲 谢谢伯伯 欺负哥哥有伴了 那我怎么办呀 你就在家好好照顾母亲 对呀 我去看看母亲 父亲 父亲的草都被吃得差不多了 大家都在准备搬去东边 我们什么时候走 你母亲的腿伤还得几天能好 咱们的羊也不能饿着呀 父亲 我一个人去更远的地方放羊 您不放心 现在有简跟我作伴 我们一起去吧 好吧 我这就给你们准备干粮 等你们回来 我们去搬家 又是我赢了 欺负哥哥 快点 不比了 记得了龙爷爷的真传 每次都是你赢 累死我了 我看这里的草更好 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 行 反正我也走不动了 给 你多吃点 长大个儿 吃了这个 就能长成大个子吗 当然了 我就是每天吃这个 才能长得又高又壮大 真好吃 快吃 这可怎么办 都怪我 吃的太多了 就要剩这么点了 姐 这下怎么办 还够我们回去的时候吃吗 够是够了 可是四天吃了七天的食物 回去会被妖妹笑话死的 欺负哥哥 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 快说来听听 我们多割些牧草带回去 看妖妹还能笑话你吗 对 可是我们两个才能带多少牧草回去 你只管去割牧草好了 越割越好 割草喽 好累 这下回去不会被妖妹笑话了 我们明天一早就回去 我还是想不明白 这么多草 我们两个怎么带回去 明天再告诉你 好姐弟弟 告诉我吧 不告诉我 我今晚睡不着的 咱们有这么多羊 让他们帮着驮回去 多羊 我怎么就没想起来 不可以安心睡觉了 欺负哥哥累了 看来是真的 我什么时候买了20张皮子 监安 不好了 快醒醒 碱 你快来看看 我们的羊好像丢了 昨晚我们不是刚数过的吗 是啊 我刚刚数了好几遍 上了两只 真的上了两只 多怪我 睡得太久了 别急 你看 地上有羊毛 羊应该是被什么拖走了 我的羊 我回去怎么跟父母交代 其父哥哥 你先赶着羊把牧草带回去 我留下找羊 你一个人能行吗 放心 羊是被带到那边去了 如果我们都去找 这些羊就没人照顾了 我比你强壮 还是我去找吧 你把羊赶回去 我在野外待的酒交给我吧 那好吧 这些干粮给你 立刻一定要小心 其父哥哥 你就放心吧